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您的工作效率能够倍增 也许本来你可能需要花几分钟做完的事情 好 现在呢 可能我们做一下很快的就处理好了 那这也是我希望各位要学会的哦 我先看一下我的直播设定是不是都很正常 现在大家都有看到我的直播画面嘛 是一个word的画面 其实我未来我还希望说能够教各位 什么事情呢 如何直播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公家机关有很多的事情呢 我们真的可以透过直播的方式 跟民众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 反正我会先学会 学会了以后呢 再慢慢的教各位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学习成长 好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word 这个主题 各位 打开word 我想没有问题 然后批啪打很多很多的字 我想这都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呢 我想要教你第一招 第一招 就是我觉得我们经常要去做一些文书工作 这个文书工作哦 假设我们今天做一做 做到一个什么地方 好 假设我们今天呢 做到像上一次 这个档案在上一次储存之前 然后我们离开 一定是存档离开 可是上次我们做到哪里呢 其实我们只要透过一个 shift加F5 这两个按键 就可以知道了 例如说我现在按住shift再加F5 哦 对不起 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些动作 好 那例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就按shift加F5 你有没有发现 上一次我游标 我一打开这份文件 游标一定是放在第一个字的位置 可是为什么现在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这就代表说 上一次我在存档之前 在这里工作 这有什么好处 这有什么好处 假设我今天我一半很长很长的文件 我没有办法在 就是短时间之内 全部把它处理好 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 我假设在这个地方好了 我打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点点点点点 好 例如说 我再多打几个点好了 我就在这边做了一个输入 然后接下来我储存 储存 然后完毕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离开 好 例如说 我现在在刻意的 去关闭这个档案 然后接下来 我再重新把这个档案打开 有看到这个档案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来去看一件事情 当我点Shift加F5 您看一下 现在游标是不是快速 快速跑到 我刚刚输入点点点的那个地方 当我们今天 假如说一半很长的文件 今天我们改了 或者是一通电话来 通常电话来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事 是不是赶快储存 好 然后去讲电话 讲了假设五分钟电话 回来之后呢 您会不会觉得说 刚刚我做到哪里了 没错 这个时候啊 你假设关闭档案 重新打开 然后你只需要透过 Shift加F5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掌握 你刚刚编辑的位置 然后继续工作咯 不过其实我觉得 在这样子一个电话前 或电话后 甚至可以延伸到 例如说昨天前天 我相信哦 只要是上一次储存过档案的 那一个最后编辑的位置 透过Shift加F5 可以把它找出来 在我们工作上 应该是蛮实用的哦 这个小技巧您知道吗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还会有时候呢 当我们今天在输入到一定的文章 输入到一定的文字之后呢 我就会希望在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一个日期 甚至现在的时间 您看一下像网络的新闻 它是不是也都会有 例如说一个文章的一个呈现呢 好我们先来看 因为第一个技巧介绍完毕了嘛 我先看一下 有没有人留言啊 或者是想要询问问题的呢 好不管怎么样 现在应该都还很正常的 可以再播放 那我接下来我就要介绍 另外一个小功能 就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想要输入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日期 那当然像今天是2017年10月 20号我们是怎么输入的 我们就乖乖的打字咯 2017 然后加一个日期的分隔符号 然后10月再加一个分隔符号 20 可是这是打字啊 那甚至有时候你会不会突然忘记了 今天是几月几号 甚至现在你还要把时间打上去 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您不妨记一下一个快速键 什么快速键呢 日期 快速输入日期的快速键 日期嘛 就是date 所以它会跟D是有关系的 Date的date 第一个字母是D 所以它会跟D有关 那快速键无非就是Ctrl-Auto-Shift 这个时候呢 稍微可能请你背一下哦 是Auto加Shift加D 好 是两个 例如说Auto-Shift加D 您看这边我是不是又出现了 10月20号2017年 好 例如说空一格 假设我想要输入现在的时间 那现在的时间 Time T-I-M-E 所以一定会跟T有关 再加快速键 所有的快速键啊 无非一定是相结合于Ctrl-Auto-Shift 所以你就可以猜猜看 Ctrl加T Auto加T Shift加T 不可能 绝对不会是Shift加T 因为Shift加T的话 是打出大写的那个字母符号 好 所以即使猜一猜去哦 你用久了 你大概就会掌握到微软公司 他在这个地方设定快速键的一个规则 好 那如果我现在打出现在的时间 就是Auto加Shift加T AutoShift加T 您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不是打出了时间 例如说有 今天的日期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你那种 真的不是要请你用大字法 而是用小技巧 第二招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咯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要教你们第三招 第三招是什么呢 您看一下哦 有时候 我们 一个 落落长的文件 很长很长的文件 顾名思义就叫长文件 那长文件在阅读上面呢 我们能不能掌握到一些事情 怎么说呢 举例来说啊 我们为了让别人观看上面比较容易 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标一些重点 标什么重点呢 举例来说 我们把它画一些那个 网底是黄色 网底是黄色 也就是标注重点这件事 那标注重点呢 例如说好了 我们把重点标起来的话 例如说小美 小美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重点 好 我们就把它加一个黄色的底色 设为粗体 好 例如说小美这两个字设为粗体 好 那接下来呢 假设我们相关的这个文字 我觉得是重点的话 我也希望它是一个黄色的底色跟什么 粗黑体的字 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是用格式复制咯 但是格式复制啊 我要教你们这个小技巧是 它可以连续一直使用 不用每一次 用一次点格式复制 格式复制在哪里呢 例如说这个小美选到之后 常用 我们把那个常用的折叠 关 关掉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呈现这个格式 好 常用底下 是不是有这个复制格式 好 点一下 那接下来我的应用 我的应用呢 举例来说 小美被老板 被老板要求 然后做一份简报 可是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简报 它是不是要重新再选到 例如说这里面的文字 然后接下来去做什么 复制格式 然后接下来再刷到这个地方 这是大家本来都会的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小paypal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定义 定义这个小美 它底下的格式有黄色底色 还有出体 这样子的格式 然后我们去做格式复制 格式复制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点一下 是点两下 点两下 好 我现在点两下咯 结果反我刷的地方 它都可以变格式 我刚刚复制的那个格式 而且可以一直使用 举例来说 他说他没有这个小美 没有使用的经验 没有做过的经验 这个时候他不知道 完全不知如何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同仁啊 他的同仁就开始告诉他说 你可以把什么相关的一些经验啊 类似的简报啊 拿来做参考嘛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类似经验啊 类似的简报啊 可以参考 这也是我们制作简报的时候 当我们不会做嘛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用用看别人的一个简报内容 来当做是参考 那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做了好多次的复制格式 我有没有一直在点这个复制格式 没有耶 好 那当然当我们要停止复制格式 你看现在我是不是还是在复制格式的状态 你有没有看到我滑鼠游标 滑鼠游标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今天我要停止复制格式 想一想中断停止 暂时不要使用 好 这个时候我要停止这个复制格式嘛 我才能去做别的字 也许我可以要继续打字啊 或做其他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怎么做 按点一下esc这个按键 在键盘的左上角 键盘的左上角 点一下 这个时候你看滑鼠游标 从原本的复制格式哦 那个图示 有一只刷子在旁边的那种格式 变成什么 一个i OK 这就是哦 复制格式 而且可以重复一直使用的小技巧哦 有很多人如果不知道这件事 但他又想要去画出重点 哇 他可能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浪费在选复制格式 就是这个工具 好 那这是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三个小技巧 还有第四个第五个 我希望今天呢 我们就先来跟你分享 分享五个 五个 一天不用多 我们学一点这些小技巧 你有印象之后 下次再使用的时候 不妨使用看看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可能还是没有什么人要问我问题了 那我就 我还是看一下好了 确实没有人要问我问题 那顺便看一下 哎 至少哦 现在呢 我们有 十二点开始 我们有十二个人在及时观看 好了 那既然没有问题 我就继续来讲小技巧咯 第四招 第四招 第四个 在使用Word的时候啊 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小技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像我现在准备的这一份文件 这边第一页的下面有一份表格 那通常呢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我们可能会有跨页的情形 跨页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想说 啊 我就用滑鼠右键再插入嘛 插入什么 上方列 上方列 插入之后再把这个标题怎么样 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然后呢 好 我就直接做一下 复制 复制以后 然后再接下来到这边 我就直接做贴上咯 贴上 然后 对不起 直接做贴上就好了 贴上完毕之后呢 这是一个标题嘛 可是万一 万一我把这一列删掉 好 例如说删除列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标题列又跑到上面去了 那根本有时候我们经常在做这种白弓 万一表格跨页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就只要设好这个标题 然后让它重复出现就好了 好 我先把这整个表格还原 千万别在跨页的表格 在那边想办法打字咯 我知道你打字很快 可是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会拿这样子一份文件 放到什么地方去 放到别个软体 例如说别人的电脑 到时候格式都跑掉了 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标题啊 不是会落在你所想的一个表格 一个页一刚开始最上面的地方 好 我先还原咯 怎么样去设定这个跨页标题重复出现 例如说这个是标题嘛 这个是标题 然后接下来 我希望在这一个跨页的时候 这个表格最上面还要出现 好 当然游标要在什么地方 表格里面 然后接下来要先选 选好什么 选好哪些地方是我们要设定 哪些地方是我要把它定义起来叫标题 因为有时候我们画的表格 可不可以有两列当作是标题 可以啊 三列呢 可以啊 建议最好不要哦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选好这个标题 选好这个标题之后 第二件事情 我们是要去把它编辑的更美一点 还是去版面 配置 对 我们应该不是为了要美 而是要去做一个设定 设定它的一个跨页标题 设定成什么 甚至假设我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表单这一列删除 您看这个标题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地方 不会跑来这边哦 我刚是不是删除一列 理设上标题是不是应该跑来这个地方 没有 没有 它这个标题理论上不可能出现在这个表的尾巴这个地方 好 应该是要出现在什么 跨页标题的一刚开始的位置 跨页标格一刚开始的这个位置 好 那甚至我们插入两栏呢 对不起 插入两列 例如说插入上方列好了 这样我是不是插入了两列 您看一下这边标题列是不是还维持在跨页标格的最上面 可是我觉得我通常哦 让同学了解跨页标题重复了 他通常会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如果 如果 这真的是很为乎其为 好像他在挑战 挑战老师说 老师如果我不要 我现在不要跨页标题重复了 他说我现在不要跨页标题重复了 那这个时候您觉得要怎么样去设定 虽然我还是要强调哦 通常我们都是会设跨页标题重复嘛 好 那可是万一我真的不要这个跨页标题重复的时候 该怎么办 选他 选不到耶 你有没有发现你可以到时候自己去玩一下 这一列你选不到 例如说我现在是不是选到这一个地方 我这边点一下我选不到这个地方哦 好 其实选法如果说我们要取消跨页标题重复 我们当然要选这个表格的最上面 例如说选到这个地方 选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再点选重复标题列 您看一下我现在等于说关掉重复标题列嘛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没有标题列啦 那冰沟就是这样做 好 当然啦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通常我们去做跨页标题重复的设定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提升我们一些工作效率呢 这是我们分享给您的第四个 我得使用的小技巧哦 您是这样使用吗 时间过得好快哦 我预计 我本来就是预计 五分钟讲一个小技巧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哦 今天 我们去设定那个标题 设定这个标题 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 因为您看一下哦 通常我们 通常我们哦 在建立一份文件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学会把它设为标题一 你看 在常用底下 他就告诉我说这是标题一 然后接下来 这一列呢 应该是标题二 好 以此类推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一定是内文 那如果我们今天从没有 然后开始创造一份文件 当然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先打好 变成内文字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先 来去观看一下 这样子一个内容 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能不能快速的把它定义为标题一 不是用滑鼠哦 因为你想一件事情哦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在打字的时候嘛 例如说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会希望就是说 把这个文字啊 直接定义好 它是标题一 如果说我们今天用滑鼠这样子来去抓 会不会觉得好像效果 效率上面哦 好像就降低了 你一下打字抓滑鼠 使用完滑鼠又再来打字 这样子的效果 这样子的效率其实不好 最好是一切全部都是在打字的状态下 就是当我们今天在打字的时候 我们就一路打字 那如何把内文变成标题一呢 如何把内文变成标题一文字 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段落设为标题一啦 所以它一样的快速键 一样有这个快速键 然后再加那个方向键 往右的方向键 你看它就变成标题 例如说现在是标题二 比如说Auto加Shift再加往左的方向键呢 它就会快速变成标题一 那相对的我们就开始打字 例如说打到如何快速拟好 简报架构 打到这边AutoShift再加一个往右的方向键 它是不是就变成标题二了 那当然在这个段落的时候呢 在这个段落打到最后的时候 它本来就是内容内文字 内容文字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按快速键了 可是我这边我想要告诉你一下 为什么为什么这边内文啊 然后搭配方向键 我是这样记的哦 我是这样记 因为内文变成标题一 因为最多最多是内文 内容文字 段落 这个内文所指的就是内容文字 内容文字最多了 既然内容文字最多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是不是 接下来是不是把内容文字 往右变成什么 标题一 或往右变成标题二 好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内文变成标题 所以我们就是用什么 往右 所以AUTO加SHIFT再加往右的方向键 它就会变成标题 它就会变成标题 我们再来试着做一下好了 举例来说 这个地方 这个段落 我们打完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 聚焦的技巧 我们就打字打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抓滑鼠 我们直接AUTO SHIFT加往右的方向键 您看一下 这边它不管设成什么 我们再来往左 是不是就切换变成标题二了 再来 例如说我们现在来去看 另外 例如说我现在我开一个新的档案来去跟你们分享好了 开新档案 新增空白文件 好 例如说 我 我是标题一 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AUTO SHIFT加往右的方向键 然后再往左 因为它是标题一嘛 Enter 你看刚刚那个段落是不是设成标题一了 再来 我是标题二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它预设是内文字哦 所有的段落一刚开始 都是设为内文字 AUTO SHIFT 然后往右的方向键 它是不是就设定为标题二了 接下来你可能去打一些内文字 我是内文字 我是内文字 好 依此类推 就一直打这样子的文字 然后接下来 我是标题 标题二 然后打到这个地方 AUTO SHIFT加往右的方向键 再往左 是不是就设定好变成什么 标题二 标题二 这个样式了 所以我建设各位哦 当我们在输入文字的时候啊 这个小技巧请您要掌握一下哦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文章 分门别类 所谓分门别类就定义好各个标题 我相信对各位的一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期待哦 期待您在未来使用的时候掌握到这些提升工作效率的小技巧 能够更顺利的去制作这些文件 然后让您享受文件制作的一个好处或者优点 然后让我们一起把这些该做好的事情 该做好的文件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更符合正常正确方法的一个制作 好了 大概这就是我介绍的第五个小技巧 就是如何直接将文本文内容文字提升为标题的小技巧 好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就今天的一个我的软体中工作效率提升的一个小技巧 介绍呢 就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请您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帮我订阅 按在影片的下方记得按赞哦 还有帮我分享 让更多更多的朋友 他在使用Word的时候呢 能够轻松愉快 而且可以很顺利的去把文件制作完毕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看一下 有没有谁有问题想要询问呢 好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您今天观看我们的直播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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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